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只要你能保障自己妻子心情稳定 那个家就会越来越稳固 妻子的家庭地位是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 而这份家庭地位就是对婚姻幸福与否最好的检验标准 一个不懂得疼爱妻子的丈夫 只会让妻子操劳却无所回报 妻子怨天尤人 久而久之 家运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但一个被丈夫认可的妻子 就会被整个家庭接纳 一个感受到爱的妻子才会心甘情愿地用爱去滋养整个家庭 如此良性循环 这个家自然会越来越幸福 所以家庭幸福的根本在于妻子的幸福 而妻子的幸福只能有丈夫一手创造 二 抚养妻子 好运才能常来 最好的婚姻叫做共同进步 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都会有一个默默付出 格局很大的女人 马云就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说过 妻子就是他的贵人 男人能有多大的成就 是女人的格局决定的 而女人的格局则受着男人的言行影响 所以一个聪明的男人 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也会懂得用爱去滋养身边那个温润如玉的女人 妻子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丈夫的事业高度 而一段好的爱情该是相互扶持 相互鼓励 相互成就的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因为你变得更好 不是把你绑在身边 看着你一点点和社会脱轨 优秀的男人都明白妻子对于自己的重要性 因为他们知道任何投资 都比不上富养妻子的回报高 所以富养从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爱你所爱 吸你所有的行动 这种爱会让妻子活得更有尊严 妻子的格局大了 男人的事业自然蒸蒸日上 三 富养妻子才是男人最好的炫耀 层次越高的男人越懂得富养妻子 富养首先在于用心 其次在于用情 最后才是用钱 而聪明的男人从来都不会 把自己的妻子置于重视之地的 他们会尽自己所能 给妻子满满的安全感 所以当你将富养妻子 当成了自己的首要职责 那你一定是足够优秀的 影帝梁家辉塑造了100多个经典角色 在各大电影奖项中拿奖拿到手软 但是年轻时候的梁家辉 也有一段自己非常低谷的一段时光 因为梁家辉在大陆拍电影 结果被台湾媒体封杀 在最落魄的时候 梁家辉被迫在铜锣湾摆地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梁家辉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挚爱 他的妻子江嘉年 当时的梁家辉只有8000港币的存款 他们的婚礼只有一顿宴席 一枚钻戒 很酸又尴尬 后来梁家辉的事业越来越顺畅 但是妻子江嘉年却因为身体问题 身材走样 面容憔悴 甚至香港的毒蛇媒体说 他们在一起不像夫妻 像母子 面对媒体的恶意评论 梁家辉依旧申请了说 这世上再美的女人都不如我老婆有魅力 有本事的男人通常对老婆很尊重 只有没本事的男人才会对老婆呼来喝去 正如陈道明所说的 当你放下面子对老婆好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当你给足老婆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人到中年 朋友逐渐远去 身边最亲密的人莫过于自己的伴侣 所以一个男人最高级的炫富 不是车子和房子 而是身边站着一个体贴的女人 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是有一个抚养自己的男人 而男人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是可以被自己抚养的女人所滋养 你养他的好情绪 他还你一个和睦温暖的家庭 你养他的大格局 他送你一个步步高升的好阶梯 你养他的安全感 他给你一个不离不弃的好承诺 婚姻说到底 就是一场互相滋养 互相扶持的过程 只要将这个过程过好了 自然就给自己 给家庭提供了最好的风水 愿你我都能做个智慧的男人 懂得抚养妻子 收回一家人用之不竭的幸福 成就一个家族的无限未来 经验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